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关于埃及能量 灵气那些呢 因为古埃及灵气是有一个犯的 埃及能量引导法 上网上看 如果是的话都是埃及灵气那类 以我所知 因为埃及灵气是挺厉害的一件事 可能我将来都会进阶的程度 因为他说能量太强 如果本身不是有修行过 可能接收得不太好 就会这样说 是否说接收不太好 好像说撑不住 是呀 是呀 受不起 即是你没有练过武功 一来就接收 是呀 九阴真经 那你就会痴线 类似那些 或者认识 我也听过现时说 类似埃及灵气已经是能量最强的 对比 所以应该慢慢学满一个阶段才去学就会好些了 而且他的符号说是多维度的 平时我们说那些符号是2D的 它那些是立体的 甚至乎不止是立体的 不维度的 不懂得理解 它是很复杂的 因为学灵气之前其实是会糟糕的 学了就立刻是黑仔 所以慢慢向后 譬如郡不健是否之前跌倒入医院 他刚刚学的吗 他跌倒之前没多久上了课 他也有说过 可能我反过来就是跌倒了阶段才去学就会好些 不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他们有个人生低谷 可能是 因为这个可能也很关于舅井先生 他本来是想着寻死而得到能量的情况 这里就是这样 因为我未学的 将来有机会学 回给观众知道 今集始终会做回顾 本来可能有些片子 但正如阿温不舒服 本来东西都交给他 哈哈哈哈 回不了来 电脑部的同事 是的 一点点回顾 我唯有口说 其实这个也是很关于疫情的事 现在是说五大吗 五大回顾 是不是 2022年 是的 五大 即是五件 因为 就是强调找多些就无谓 是的 真的自己感觉 或者有经历见到的就说一下 其实节目都有提及的 节目都有提及的 其实就是这样 重温一下 是的 重温一下就是告诉你 在232集的时候 应该是今年年初第2集左右 没有阿星的那集应该是 是的 未有的 阿星未加入的 就有一宗灵异小新闻 就是在英国的 英国那里有个什么报告呢 就是这样的 等等先 当时就说这个Omicron 就有很多很高感染力 然后英国的专家就分析了 除了那个Omicron的症状 除了鼻塞 流鼻水 头痛 还有身体酸软 还有咳嗽 喉咙痛 这些感冒相近的病症之外 还有脑入水那些 那个是什么来的 COVID-19 是COVID-19 是的 COVID-19 COVID-19 是的 那个是COVID-19 平时中的COVID-19 是 然后Omicron就是那个变种 它有个病症呢 应该有才有 就跟八鬼这个节目拉上关系 就是被鬼责 是 是的 就是中了就会被鬼责 是的 中了Omicron是被鬼责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没有病症那些病人来的 过了这一年之后 其实究竟大家有没有试过中招的时候呢 是被鬼责呢 还是你没有中被鬼责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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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来说吧 是 又中被鬼责就好 没有中被鬼责就打出来说 是 因为这个跟那些专家一样的嘛 是 长新冠就是容易疲倦嘛 是啊 那我整天都容易疲倦的 我其实未中新冠病毒的时候 我上班就疲倦的了 对啊 对啊 我一上班就很疲倦 很容易 对啊 我一睡醒就疲倦的了 是啊 我一睡醒就开始疲倦 除非我休息那天去玩而已 如果不是呢 真的很疲倦的 然后又会长生冠状有什么病症呢 呃 什么 老母 老母 是的 老母那些 我整天都不忍记得东西的了 是的 没有交功课 是的 我没有交过功课 其实我呢 这件事就是我说过 我喜欢被人踢出口的 当时小时候 是 我之前是没有做过功课的 你小时候就读长生冠状 是的 长生冠状也被人踢出口 我之所以做功课是留堂的 我全部的功课是留堂做的 如果要我去做的 我就不忍记得了 即是上学就没事 放学就是长生冠状 是的 是的 真是惨 就是这个 对啊 清风说的 那些同事叫早晨就疲倦了 是的 一抹大眼睛就疲倦了 是的 闹钟一响就很疲倦了 不是啊 这个又是真的 是的 闹钟一响就很坏 哈哈哈 这个就是灵异事件 所以我觉得 真的很灵异 我这一生日最能感受到的灵异事件 就是这些Omicron 那是 真是 真是厉害的 如果去英国整班人集体被鬼执 真是厉害的 是的 还有传统的一个笑话 哈哈 知不知道传统的一个笑话就是 最不可信的东西是什么呢 嗯 你 不是啊 最不可信的就是英国的专家 哦 是的 哈哈 是的 是的 我不知道 这个有一个传统的笑话就是 英国的专家是最不可信的 是的 其实那时候那个笑话是很可笑的 不过我不会说的 就是它有一系列一排的 最后一个结局就是 是英国专家 哦 这个就是英国专家发表的 就是Omicron 中了Omicron的话 是会被鬼执的 嗯 大家都是 刚才阿星说就是 如果中了Omicron 被鬼执 打电话上来 是 如果没有中 都被鬼执 都打电话上来 是的 这个就是今年 第一 年初第一宗灵异事件 就是打上来说就可以依被鬼执 是的 然后呢 到了第二件事件 第二件事件其实也很接近的 相对来说过多半个月而已 一年初我挺集中去找灵异小新闻 嗯 就有一宗叫做 呃 呃 婚纱摄影 呃 拍到鬼的 的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出空的 是 英国专家 叫做 每天打 每天打飞机 是啊 是啊 有吗 是啊 很多英国专家的东西 是啊 所以才是一个笑话 那先说一下 就是一个泰国的新人 在这个墓地那里做一个婚纱的摄影 那当时我们也有做节目的 其实 呃 呃 有放大了一张照片 那在一张照片里面呢 其中一张照片里面呢 是拍到一个阿伯的鬼影的 是啊 还有 还有 就算拍不到鬼影 他的 婚纱照片其实也很恐怖 是 没错 是的 就是 煙霧迷慢 不知道是真的做 但是据据他们说是没有刻意做一些效果 那些 没有 没有后加 他好像是只有一张照片拍到一个鬼影 是啊 是啊 而放大也很明显 当然 在当时 就立刻已经有说 究竟现场会不会有其他人 或者 他们就说他们自己的团队只有这么多人 就是知道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那些人都说 在那些地方会不会有当地的村民 刚好路过呢 这样 嗯 就算 就算 刚好路过也不会是拍到那个样子 是啊 他那个样子是很 很迷离的 也有这么说 而 当然 其实 也都在泰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偏向一个 无天神佛的国家 自自然而言 其实就 偏向相信 他们应该是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打扰到死者 因为去一些坟墙 墓地的地方 就是骚扰到死人 在别人家里玩 是的 所致的 就是不是 因此是这样 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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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来他们拍摄 那里 他们的那群人 也有为了安心 其实是有找一些真女 去处理事件的 都是打回台人债的 是的 这个就是在年初 都是年初 二百三十五集 就已经发生了 这样 然后另外一宗 又是过了 第三宗 过了 过了 不是很久 是接着 那星期而已 那就是一宗 台湾的新闻 就是关于这个 辛亥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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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向都有很多 在台湾都是一个 经典灵异 灵异地方 灵异地点 是的 因为辛亥隧道 它本身 就已经在一个 殯儀区的地方 殯儀区 是的 有坟地 有 叫做 链葬那些 有 火葬牆 各样各样的东西 然后穿过他们的下面 这些墓地下面 做了一条这样的隧道 所以呢 经常都说 进到去 就很久都出不回来 哦 即是在别人整个山坟 那个山 那里 整条隧道 是啊 是啊 直接在那些 重要公务的地方 哦 还有是不是很长 那条隧道 事实就不是很长 但是会走到很久 很长 是的 很久都出不回来 200米 好像5公里 好像是一公里左右 如果一公里左右 正常车速都是分 500米而已 那就是半分钟左右 如果是正常车速走 嗯 但是走了很多个钟都出不回来 是啊 是啊 就是 以我驾开车的话 一公里大概一分钟左右 差不多 那就慢太多 差不多 大概 大概 500米 大概半分钟左右 半分钟左右 就应该出不回来 但是呢 走过几两个钟都出不回来 甚至乎有很多时候 走到没有车 是啊 甚至乎有些进去 尤其是电单车 看到是再多了个人 哦 哦 一进隧道有乘客 是啊 嗯 你知道台湾都是以电单车代步为主 台湾都很多这些电单车 突然间再多了个人的跪股 是啊 是啊 我们当时讲新海隧道这个新闻 好像前后有些电话 我忘记哪位观众 他们都说有试过迷路 然后见到他朋友 背后再多了个人 嗯 我记得是我们观众都有打电话上来 嗯 而且那条隧道是会用一些黄色的灯光 然后 隧道里有黄灯 因为原本 感觉就更加恐怖 是的 那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这是固有的传说 就是说 新海隧道不再恐怖了 这件新闻是 哦 因为转了白灯 转了LED灯 转了LED灯 是啊 没得闪 他直接光亮到 根本上好像白灯 嗯 所以进去 一些恐怖都没有了 其实 变成了 而那时候 其实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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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拍快照 哦 整天都胆 不是啊 意思是 现在盛低 他唯一的恐怖就是在那里会拍快照 哦 就是会被人叉快 okok 是的 是的 我以为他说 他会突然间自己在那里拍快照 就是没有东西走 都在那里拍 然后又不知道拍到什么 那些 他们那些留言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 现在是区间差速比鬼更可怕 嗯 罚钱比预鬼更可怕 那是的 就是 我也明白 是的 我自己做这一行 看见他们真是惨我见鬼 是的 这件事就是说 这宗新闻就是说 它改善了一些灯光 各样的时候 进去就已经 感觉不再恐怖 正如你刚才说的 它原本是霧灯的黄灯 阴阴沉沉 可能有很多效果出现了 所以这宗新闻就是 其实是一个传说的终结 关于一个传说的终结 然后另外一宗就震撼了 第四宗 是的 玩不快 第四宗 我们也有观众 十三 当天就立刻直击报导 是的 这宗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宗香港人的女孩 是姓钟的 在龙山寺的女次服尸被人发现了 而为什么一宗离奇暴毙 就算离奇暴毙的案件 为什么会是灵异事件呢 因为它最主要 在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两张字条 而其中一张字条就写着 不要和灵界接触 嗯 所以呢 所以这宗立刻勾起很大的兴趣 就是在Facebook那些 洗版他们头 是的 每个都说 哇 进去有个人死了 有这样的字条 那他究竟前后发生什么事呢 那当天呢 当然是不会知道什么事 因为就算翻查不露电视 就是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进去 而就这样死了 而当时初步那些 即是当地警方 即是台湾警方 初步公布又没有表面伤痕 有排除他杀 是啊 他不像 是啊 就这样听起来 已经很神奇的一件事了 然后呢 我们观众吴十三打应回来 就说 其实当地的居民 又好像若无其事 即是实地考察的时候 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事 是啊 好像一切如常 即是他们都是那个寺庙 一样是这样照开 嗯 又没有风 他也有下过去拍到照片 拍到厕所 是的 因为他那个厕所 那当然他不可能进到个女厕 那厕所的外围 啊 男厕那些间隔 他都可以知道 拍到照片回来 嗯 然后他也有尝试理解一下 那些当地人的反应 就是好像只不过是 波了 好像有些少少保安人员 在那儿 在那儿 即是多了人群惨啊 是啊 是 好像最后跟进是说 都是那些 爸爸说他之前遇见鬼 有说过 是啊 他就有说过 其实他原本就会去台湾 去和他回合的父母 嗯 在那段时间呢 嗯 就 因为 刚刚 他才回去了 过去台湾 应该说 这个姓钟的女子呢 即是 放了暑假才刚刚过去台湾 然后呢 那些父母就想着即将就会去台湾 去和她的 是 在那段日子呢 就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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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向他妈妈说过 就有些事情跟随他 那些这样的 有这样的讯息透露的 而后来 详细他就说 其实他也没有跟随 那在这件事那里呢 啊 对方警察那些 的公布就说 就是偏向科学理性的概念 是啊 就说他可能有精神困扰 啊 啊 可能当时没有家人陪伴 各样各样 所以影响到 嗯 他这样沉死 但是 是不是coast case呢 我想都是不了了之 是啊 不了了之 到最后可能他就这样完结了 最后 最后都是 都是围绕着那句 畢月和灵界接触 可能做到两篇新闻 是啊 而很多的转贴都是 都是一模一样 嗯 就变成了好像 content farm这样的 形式流传 就没有再有得跟进了 是的 警方都好像不停 就不停说 哎呀 没事的 都是情绪困扰 那样就算了 那样是相对来说 嗯 就是客观点来说 在台湾真的有这么多怪事发生的地方 如果他只不过是留具这样的字条 就不足以 就好小事 是的 在台湾来说 是的 我会这样觉得 是的 是的 但对于香港人来说 我觉得这件 关香港事得来 就觉得挺震撼的 嗯 就是一个楼台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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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样自杀 现在其实 好像也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他的死因 又说 又说死状恐怖 但是就一定不是被人杀 是吗 是的 就是说他不是他杀的 一定不是他杀 但是呢 又说他的死状是恐怖的 又说他临死之前做过一些古怪行径 嗯 在那个池塘培回 是的 是的 但是事情就是不了了之 嗯 你也不要期望真的有灵异事件 会有真正的答案给你 我这么说 是的 通常知道那个人都死了 是的 如果这么大件事 如果是一件关于鬼的事 而官方答案是告诉你 真的有鬼 就很大件事 就不是这样的落幕 是的 那就是 说了这四宗 最后一宗 就要播一播片先 是的 是的 бан its 做日本餐厅 好像1、5、2、1、3、1、4 魔力掌順 2、1、3、1 你說什麼? 2、1、3、1 2、1、3、1、5 什麼數字? 暗號來的 2、1、3、1、5 這個是今日的審數字 Cotton? 今天有2萬多人做Omicron? 不是 這個不是Omicron的審數字 這個是編曲貨幅的審數字 今天香港有21,315人在通 昨天有21,314人在通 神經病 有多少人頭痛關我什麼事? 你說我知做什麼? 小姐,其實有多少人感冒也不關你事 電視新聞每天都告訴你 這裡不是電視台 我們是吃日本的 沒錯,為了你不關事的也變關事 我們會按照每天確診數字的最多一個號碼 為下人區界相關數字的特色美食 蛤? 蛤? 現在315的今日 我準備為小姐推介的是 三個條的五色刺箱 三文魚、油甘魚和南騎大東南越南 都是魚味濃郁、油焚天谷的條類 三款魚的魚味各有特色 甜、濃、豐富的油香各有不同 單獨吃一款油燈 輪流食還可以封住味道 而不定會煙韌鮮甜 白鴨會味濃 淋身偏小鹹 五款紙身包含了 濃、香、鹹、甜 口感多種 可以說是一場味覺的嘉年華 我們還有多款新鮮日式美食 先來到馬鞍山新港城 第三期地下六部鋪 三代團日本料理 現在還不可以用西牛買單 唐食和外賣也可以用 快給我來幫忙 我每天都會有好東西分享給你 看到checkroom已經黑人問號 黑人問號 每個都是黑人問號 對 打問號那兩個都是黑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這個廣告播出之後 我在大香港早晨 嗯 其實我有在幾次的checkroom的情況下 在當時播放的時候 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告訴你 我其實在過往 我沒有接觸這些事情 沒有接觸什麼 但是我在很久之前 由心美做節目 由去到潘兆聰做在線的時候 我都曾經聽過一些怪聲 而報回給她聽 而我很記得 心美那次 令到心美從此不能再說鬼故 報回之後 哦 你報回給她聽 她就不說鬼故了 對 因為真的回聽 真的有怪聲 嗯 但是她們很肯定 譬如心美 她很肯定是 譬如她和小儀兩個人坐著 就兩個人 可能外面多個推咪 但是那個推咪已經是 因為可能電腦 隔了一個 隔了一個 即是那間房間 就只有她和小儀兩個 而她們當時戴著的耳機是聽不到的 是 播的時候真的聽到的 啊啊啊 但是她那個是什麼呢 都是笑聲來的 哦 我記得我就算 即是剛才說過的 之前那兩節都是一些 嘻嘻 嗯 而剛剛播這段影片 在checkroom都有人答到了 開股了 開股了 就是類似的爛笑聲 我記得你還沒說之前 是 我記得我自己有聽到的 是 但是我就沒有回憶 其實她也挺生硬的 是吧 總之她那個位置很明顯 突然間是有聲音 是 收了音 進去 我一直都是有一個疑問 我就是問大家 聽不聽到的 嗯 現在可以呢 播一個短的 即是濃縮的位置 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聽清楚聽多一次 是啊 其實剛剛已經出了 啊 在Joy跑回去之前 即是Joy一離開了就有了 是啊 聽多一次 聽多一次 我好像聽不到這次 嗯 聽到了 聽到了 你說什麼 當時有這樣的問題 究竟會不會是後面那位職員的笑呢 嗯 或者現場有人發出聲音 但是其實以親身的角度 我記得是Joy有答 應該當時也沒有人笑的 好像是否問過七叔 七叔也是 總之答是 總之在拍攝 沒有人敢出聲的嘛 七叔 我當時問有沒有做了一些效果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段片會不會有什麼聲效 嗯 漸了下去 七叔就說沒有任何的事情 這個就是大家來判斷了 因為有人覺得那段片段會不會是 拉椅子聲 有人說過 有人說過 那裡無端端不知道 在拍攝 沒有理由有拉椅子 嗯 大家應該很站得硬斑斑 很專心 對 現在反而最大可能 可以再看多一次的就是 對 再看多一次 或者 會不會是後面那個 後面阿妹好像在笑著 會不會呢 因為 這個就是大家去想想 我就覺得 咦 很奇怪 當時 其實因為我通常都是聽聲的 嗯 過往我一向 是呀 所以我那一刻 其實他21315之後 他走開 然後 那一刻 我是覺得很噁心的 就是聽聲的話 是呀 其實是聽 是呀 而我覺得那個聲音 呃 呃 就是 過往經驗來當然是相似的 哈哈哈 但是奇怪的是 又不是在說相關的題目 對 就是 嗯 就奇怪一點點 因為有很多時候 關於這些 而有這些聲音 是正常一點的 是 這樣 那我 不過這個認識也很好笑 他們笑得不出奇 是 是 因為他那個 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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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剛剛看到 就是 阿威 就課了 100元給阿Wing 保重 是 是 應該阿Wing得到這個祝福 會很快好的 明天就快 明天 明天下床打功夫 對 快點聯絡他 感謝阿威 感謝阿威 對 這個就是今天的結尾 今年 也要做一個回顧 對 2022年 不過不失 結果 而言 對 是 希望大家也順順利利 新一年也是這樣說 萬事順利 平安大吉 這樣就可以了 做人 平平安安 就很足夠 嗯 我希望大家心想事成 對 心想事成 如果想知道如何心想事成 聽回上個星期 哈哈哈 真的教了你 真的 不是說假 真的 是真的方法 是的 這集來到這裡 下年再見 下年再見 拜拜 拜拜